为何此时中国女间谍在美国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片 导演 发行 这些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一定要有几个元素 对不对 如果是拍这种间谍片 一定要有美女 最好是女间谍 对不对 然后要有情报 涉及政治人物 最好要有一点点那种丑闻 对不对 发生什么性关系之类的 当然最好要涉及美国的高层 还有中国的那种层面 故事的张力基本上元素就差不多构成了 这部戏如果在好莱坞开拍 保证票房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女主角至少颜值要达到这个标准 那这好莱坞电影呢 那当然就是归电影 大家看看也就算了 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 这一出好莱坞的大戏 正在美国国会上演 此话整说 这个当然在画面上 让各位可能看到这一位女士 方女士 方芳 这个跟写什么武汉日记无关 跟唱歌也无关的 这个芳芳 芳芳话说2011年 这个故事是说2011年的时候 芳芳到了美国去求学的过程当中 后来认识了很多美国政界的人士 那当时他认识的一个是在美国加州 还算小的加州的议员 还不是国会的 还不是国会的 叫什么名字 叫斯诺威尔 这个斯诺威尔认识之后 当然有照这个故事情节是说 这个在他的鼓励之下 斯诺威尔后来进军了美国国会 那当然在这个斯诺威尔最近 也不能说最近了 后来进入国会之后 他就到了 因为佩洛西非常赏识斯诺威尔 觉得这个年轻 有能力 又帅 各方面很好 就很欣赏他 后来他在这个众院里面 进入情报委员会 这个成为情报委员会成员 美国国会有这个制度 他有很多委员会 大家每个议员分工 那分到情报委员会的委员 一般对于情报机构 有一个监督的责任 对不对 各个这个像美国什么CIA FBI 什么什么这些情报机构 你不是跟国会要预算吗 你们就要去委员会干嘛 做工作报告 对不对 或对委员会可以要求这些 政府部门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来国会 听证 对不对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是闭门的 媒体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这些议员可以知道一些 抱歉 可以知道一些 这个就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极机密的事情 但他们有保币嘛 好 那当然这个斯沃威尔呢 这时候被爆料 说他在2011年到2015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跟方方啊 有一些曖昧 对不对 甚至就已经名字 就是有这种性的关系 然后呢 说方方啊 就是中国间谍 给他贴了标签 但是回过头来 各位去看这件事情啊 这2015年的事情 对不对 那实际上方方在哪呢 据美国有一个 它是小的新闻网站 它不是不得了的 这个自从这个媒体啊 这个门槛降低之后啊 美国除了这个三大电视网 这种小网站 新闻网站很多啊 什么郭哥他们都有 对不对 那这新闻网站啊 突然就爆料 说呢 他们经过 调查之后 发现中国女间谍啊 已经渗入到 美国政府的高层了 对不对 我们以前常讲 对不对 我上面有人 对不对 我上面有人 代表你关系够硬嘛 对不对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几个常常有时候 碰到一些人跟你谈事情 谈谈谈 他就说 我上面有人 对不对 那这个外国人不懂啊 外国人以为你上面有人呢 是你们家楼上有住人 但是实际上 我们华人都知道 上面有人的意思就是说呢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那个 我还有那个啊 但不好说啊 但你要知道我上面有人啊 那我们上面有没有人呢 有 对不对 因为我有信仰 所以有主耶稣啊 我上面有人 回过头来讲 就讲到了这个 这个 今天的继续讲这个主题啊 第一 他的时间点是在2015年啊 那当然呢 那这位这位男士啊 跟一位女性啊 这个国会议员啊 现在是众议院议员啊 跟方方 有有有有这种 就算婚外情吧 对不对 那理论上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啊 这个 这个 这种事情实际上也 时空见惯 我讲真的啊 我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 不要说不是情报员啊 就说这个 很多 很多人啊 对于政治人物有一种 那种莫名其妙的仰慕 尤其他当了这个国会议员啊 或者是政府官员之后呢 很多这种 这种人就会 女性就会有一种 有种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啊 在新西兰曾经 闹过一件事情挺大的啊 后来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 也变成一个蛮 糗的一件事情 报纸 里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还描述他跟那个政客之间的那个 哇那个真的是啊 这个 这个 儿童不宜 儿童不宜啊 好 那方方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第一时间点很妙 你看呢 这个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 特朗普一直不认 正在焦灼的时候 这个民主党的 对不对 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众议院议员突然涉及了中国女间谍 然后还有图片 对不对 你看 真漂亮吧 对不对 但是2015年的哈 最近不知道啊怎么样啊 应该更漂亮 对不对 有女人一定是越来越漂亮啊 因为现在 这个科技进步嘛 越来越漂亮 那这个方方确实很漂亮 那有很多照片跟这些议员啊 合照啊 甚至还有说涉及一些恶害恶洲的什么市长啊 这个那个 哇那看起来他也很忙啊 好了 重点是啊 第一这个网站啊 他绝对没有那个能力去新闻采访 对不对 花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你如果今天要把一个议员背后的这些事情 通通通挖出来 坦白讲 那个是很厉害啊 记者挖新闻 OK 但是呢 不要忘记 爆料 爆料 一定有人爆料 对不对 不然那种小网站媒体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资料 有照片 时间 地点 人民 那么齐全 你当他是谁啊 CIA啊 对不对 也有可能啊 那个爆料的人是 那些机构啊 总之 就被媒体爆料 好 那爆了料之后呢 听说在这个 一个记者 记者就 新闻发布会 记者就去问啊 问了这个斯沃威尔 说啊 你 你有没有 跟方方啊 认识不认识 你们有没有关系 这个如果做媒体的人 大概都知道西方媒体啊 喜欢叫做一种 在采访的时候啊 他们喜欢一种钓鱼式 尤其美国记者最喜欢 怎么样呢 他从那种证据 但这些证据啊 是未经证实嘛 对不对 比如说人家爆料给你 对不对 未经证实 你也不能就 马上就爆 爆出来说 哎呦这个议员啊 对不对 一定要这样 要公正报道 那怎么办呢 第一件事 找到当事人 先问他 你认不认识方方 他说认识 那第二句就要问啊 你跟他有没有性关系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有 那表示你认了吗 对不对 我们就不问了嘛 对不对 坦白从宽啊 对选民就知道了 如果你说没 那我就把证据拿给你看啊 这个这个我有 你跟他约会的时间地点照片 你认不认 对不对 就像挤牙膏 这个叫挤牙膏 挤一点 你挤一点 我再挤 我再一直挤 对对 这是一种西方的这个媒体啊 在报道的时候的一种角度 那当然呢 在这件事情上呢 斯沃威尔啊 他说我拒绝回答 这个就有一点空间啊 他也没有说认识不认识 也没说有没有关系 都没讲 他说我拒绝回答我这个问题 对不对 当然这个这个时间点啊 就有意思嘛 我们刚刚讲 2015年啊 如果今天这个方方女士啊 是真的中国间谍 那他应该继续留下啊 因为现在斯沃威尔越来越红啊 对不对 他应该留在那里 继续收集资料情报 他2015干嘛跑呢 对不对 有些人说呢 2015啊 他知道被情报机构盯上 所以他跑了 对不对 当然这是后话后话 但整个事情啊 可以看得出来呢 在这个中间啊 已经有 后面有一些力量在 在把这个事情啊 要弄大 对不对 中国 对不对 女间谍 这些情报委员会的议员 哇 这种这种定义啊 非常抽象 那谁会知道 但是就情报机构知道 我们一般人怎么知道 你不能说 哦这个人哦 跟政客走得比较近 他就是间谍 那这个定义太那个了嘛 对不对 太那个了啊 他有点 有点硬扣帽子啦 那个不能这样做了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 这个情报机构 在利用这一个事情 让民主党在这个节点上 声望受影响 当然这个也可能影响到 这个就是拜登嘛 但是还好 好像媒体现在 对于这件事情啊 大家就 因为发展到此 就没有进一步了嘛 第一 这个如果是泄露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有名有姓 泄露了什么资料 那你这还有追踪 但你只能最终定义 这个众议员议员啊 这个出轨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对不对 出轨啊 那他能泄露什么呢 这个当然 因为2015年之后 这个女主角 已经都离开美国了哈 那所以这个故事啊 这个看起来呢 这个前面很精彩 后面呢 就没了 断片 就断了哈 没有后面还再弱 这个女的现在还在 又被FBI找到 然后她又承认 哇这个 哇那当然好看 没有 所以听听啊 听听啊 不要当真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的紧张啊 中国女间谍啊 它只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不奇怪的 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有中国女间谍 大家觉得 你看对不对 尤其又有图片 给我一看 哇这个女间谍真的啊 所以她可能 顿时之间啊 这个将来应该 朝这个影视界发展 对不对 一定红啊 你看那么漂亮 一定会红哈 当然呢 这个拜登儿子的丑闻 电脑门事件 对不对 大家不是之前也看到 爆料突然爆很多 说是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 香港某水果日报 爆的 对不对 那说他们爆料多厉害 多厉害 他们哪那么厉害 还不就有人去爆料给媒体 对不对 你当那个黎哥那么厉害啊 派情报员出去做新闻啊 对不对 一定是有人爆料啊 那这些后面 有没有什么阴谋呢 对不对 这都是大家现在在看的焦点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对不对 走到了这个地步 在未来的未来的 美国总统拜登 会去如何面对即将下台的特朗普啊 对不对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继续再跟各位分享 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金卫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我们的订阅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谢谢各位订阅金卫点评 请订阅channel33啊都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呢有各位的支持 是我2020年最大的动力啊 2020年呢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除了我以外我看这个拜哥啊 也不容易啊 原来都已经副总统退休 现在又出来了 那现在呢这个终于啊 这个在昨天啊 这番演讲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年纪虽然很大78啊 但是呢 这个用很多的力气啊 讲讲讲讲讲 中间当然咳嗽 他后来说感冒 我咳嗽是因为口渴 有点不一样 那现在就刚刚讲到这个局啊 这个虽然是已经尘埃落定啊 这个选举人团啊 投完票 拜登是笃定当选美国总统 但是特朗普在最后的时候 还会不会更留一些伏笔啊 对不对 让这个拜登要去后面去面对 因为话说啊 就当然这个这个这个也是有这个说法 已经讲了很久 说当年尼克松啊 刚刚上任的时候 他当时呢上任之后 一般总统上任就会把一些情报头子啊 这些各部都要换掉换人啊 当时说FBI的局长 是叫胡佛啊 他就去去找这个 这个 这个 等于是这个 要要见这个未来的后任总统啊 那当然尼克松呢 就说哦好啊好啊 那我们就见一面 听说胡佛啊 见尼克松的时候呢 就带了一个牛皮信封啊 就一去以后呢 就说哎 这个您先看看我们再聊 那在尼克松听说一打开呢 这个里面呢 这个就是啊 这个有一些资料啊 显示呢尼克松过去啊 这个地下情人的一些资料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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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尼克松来讲呢 他都认为呢 神不止鬼不觉 对不对 怎么可能有人知道 对不对 但FBI局长就递给他看 看完之后呢 这个尼克松 大家都是明理人嘛 你就不要多说了 对不对啊 那回过头来呢 这个尼克松上任的时候 就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FBI局长胡佛啊 是我看过最对国家最忠心啊 是能力最好的一个FBI局长 只要我当总统一天 他FBI局长就干一天 所以吧 有的时候这个啊 真的是很那个对不对啊 那胡佛呢 他的位置就坐稳了哈 这个不是教大家要干这种事啊 但是实际上还真的有这种事 那今天你说拜登啊 这个当了一辈子的政治人物 然后呢 他的儿子啊 这个小拜登 有跟中国做生意什么来来去去 这些材料啊 虽然呢 这个当时特朗普是希望最后 对不对 能够公布出来 听说那个司法部长被FBI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最后 不听特朗普的话 他不公布 对不对 他不去追 不去调查 不公布 听说特朗普把他叫到白宫 他痛骂一顿 对不对 然后最后说呢 你给我回家过圣诞去 你就不要来了 所以后来不是司法部长前两天 就递了辞呈吗 对不对 然后特朗普又发信 说他好棒啊 什么什么 走了好可惜啊 什么祝他圣诞快乐 对 鳄鱼的眼泪啊 所以啊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在拜登现在上 进了美国 他不单单只是啊 因为现在拜登团队啊 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是因为啊 美国大选之后 对不对 1月20号 中午啊 这个总统要宣誓了 对不对 理论上1月19号的晚上 特朗普还有权力在白宫啊 过夜 那早上就要出门了 对不对 要去参加就职典礼 然后到下午呢 这个那天20号的晚上 拜登就要进白宫啊 睡觉了 好 这个一个前脚走 一个后脚 后脚就要来了啊 他们大概掐指一算 中间还有这个庆祝晚宴啊 就统统吃完饭了 就回来睡觉 有9个钟头 这个9个钟头呢 要把特朗普的这个 所用的这个将近 他有多少个房间 我看一下 132个房间 5110平方米 在白宫里面那么大 基本上呢 这个因为现任的总统 78 是新冠高危 那该怎么办 全面消毒啊 因为理论上 特朗普得过新冠 特朗普的幕僚 得过新冠 对不对 特朗普还要他的幕僚 暂时不要打疫苗 好 所以在那么多问题 情况之下 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说 在9个钟头之内 要把5000多平方米 每一个地方 门把 对不对 桌面 抽屉 哇 全面要消毒啊 全面要消毒干净 对不对 你先别说搞装修 搞装修是后面的事了 对不对 总统进白宫啊 都要搞个大概 100多万 搞装修 所有国宴用的餐盘 第一夫人啊 要来重新挑 对不对 重新设计 同样的美国国徽 但是款式啊 要变 因为风格不一样啊 这个国宴的餐具 夫人挑 什么餐厅布置啊 什么这个夫人挑 那就椭圆办公室 卧室 对不对 那都应该是 总统也要有点意见啊 欧巴马那时候 比方说省大概花了100多万啊 大概差不多有100多多了啊 刚好不也花了100多万 好 要搞装修 装修 抱歉 装修不外乎就是椭圆办公室 椭圆办公室的地毯 各位注意到 每次都不一样 沙发不一样啊 就看 这个看你这个总统的风格吧 但听说那个办公桌啊 没换之外 其他都换 床帘啊什么都跟着换 那卧室一定换嘛 这个床都给人家睡过了 对不对 我还在上面 有人在上面吃汉堡 我怎么能睡在这上面呢 对不对 所以一定换 所以现在啊 这个拜登的问题啊 他的幕僚担心的是这个 这个房间的问题啊 但是他另外的幕僚 更担心的是 拜登上台之后 这个后面还会留多少 这个 这个 坑坑洞洞啊 这个都在啊 所以你不要看拜登 当然美国总统 实际上 也不容易啊 对不对 健康要保住 环境要消毒 对不对 刚消毒完就要进去住 那味道也挺大的 那第二呢 这个特朗普 理论上是应该 会乖乖的走 对不对 听说他 这个 还会不会有变化 但现在看起来 应该不太会了 那现在他的气势 没有像 选举人团投票之前 都那么凶悍了嘛 但是啊 他的女儿伊万卡 已经啊 跑去 跑去佛罗里达 去哪里佛罗里达 有个地方很有名 叫印第安西岛 印第安西岛 去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 准备住在佛罗里达去了 有些人说 伊万卡跟他的老公 库斯纳 实际上我们看到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非常提拔这个女儿 对不对 G20峰会 还等他女儿进来照相 那个日本所向安倍那时候 就在那边傻乎乎的跟着等 他女儿登登登 才跑进来 照相 跟这些领导人照相啊 跑去开会啊 还给人家插嘴 给人家白眼啊 那更不要说他女婿 中东和平计划 实际上他们这个家族啊 他女儿觉得说 爸爸当过总统 对不对 有一定的 这个人脉跟票源 如果我们 这个特朗普家族啊 就淡出政坛 那是浪费啊 对不对 所以特朗普啊 本来就想培养他女儿 本来听说这一届如果当选 他女儿就是联合国大使 对不对 但现在老爸没当选了 他就回佛罗里达 为什么回佛罗里达呢 爸爸虽然住海湖山庄 他跑去哪里 印第安西岛 这个这是在曼阿密外面的一个岛啊 这个岛上啊 有多少栋房子 34栋房子 住了多少居民 42位居民 那是什么 亿万富豪的家 都在那里哦 就这个小岛 各位看到这个小岛啊 这个小岛在曼阿密的边上 中间18栋高尔夫酒厂 旁边每一间都是面海豪宅 亿万卡买到一块空地 他的隔壁邻居啊 那栋房子 这个在市场价格5000万美金 他买这块地花多少钱呢 3000万美金 对不对 盖呢大概至少1500万以上啊 要盖这栋他们家 所以呢他回到佛罗里达 回佛罗里达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爸在佛罗里达选举的时候啊 拿了超过一半以上的选票 所以他如果回去佛罗里达 选这些参议员啊 对不对 怎么众议员议员啊 他很容易当选 他就有机会啊 重新进入国会 将来有一天 甚至代表 对不对 共和党参选美国总统 所以这个 这个一步一步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特朗普啊 虽然要离开白宫 但是呢 他还是啊 动作很多 对不对 不然不会有 拜登儿子的电脑丑闻 不会有中国女间谍 对不对 他女儿也不必啊 跑到佛罗里达 本来住在纽约 好好的 对不对 虽然他纽约人很讨厌他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至少 跑到佛罗里达 在那边落脚 这布局啊 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虽然 对不对 特朗普已经要再见了 我们昨天说 对不对 再见特朗普 他要再见了 但是呢 他们家 还是不会淡出政坛 继续会留在这里啊 所以未来还会不会有什么 中国女间谍呢 如果出现 各位也不要意外啊 这个 就看看吧 对不对 当成好莱坞的大片 大家看一看 轻松一下 好吧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但是最重要 不要忘记 订阅金卫点评 跟Channel33 同时订阅 对不对 这个好节目啊 这个远远不绝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明天再见 拜拜